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月27號 歡迎收看今天我們頻道 我們在之前 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有介紹過這座石壺欄 當時呢 介紹說這座石壺欄大概是在 2018年10月15號的時候開始開 開到現在呢 一共過了三個月 又過12天 再過幾天呢 就剛好 我們就當它開三個半月好了 那現在呢 現在這花呢 各位看到呢 已經開始在萎縮了 這一朵也在開始萎縮了 那我們這個拍攝影片呢 就是要記錄說這個石壺欄呢 嗯 確實它可以開超過三個月 沒有問題 那我使用的那些 我是使用的開花肥呢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 教大家怎麼使用 如果你的花 你的蝴蝶欄呢 或者是蝴蝶欄呢 你的開花的時間沒有辦法像我開這麼久呢 就是各位的問題 你們自己的問題 比如說你要改換 可能那個 改換你的種植方式 或者是 你施肥的方法 那像我呢 個人是 喜歡用上板的方式啦 當然呢 你要用盆子的話 也是可以的 那你盆子的話 你可能要去參考看看別人怎麼種 那我比較少用盆子啦 我大概大部分都是喜歡用上板 那上板的好處就是比較不容易 那你 藍花的根呢 也不是說所有的藍花都適合上板 那 石壺藍跟蝴蝶藍 它適合上板 那上板的話呢 它的氣根呢 會長得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比較沒有問題啦 那它就花呢 自然的藍就開得好 那我今天影片呢 就是要介入說 這個石壺藍 確定 OK 超過 要開三個月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是 紀錄到這 然後呢 以後呢 我就不再做紀錄了 感謝收看 再會